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帥氣的女好辣醫師團 不想再靠吃藥治病了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超腦人的病症 有易勞永逸的辦法 好辣軍團們 又被哪些症狀困擾著呢 值班小副理師李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毅 瓜哥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常常 這裡痛 那裡痛 一下子頭痛 然後女生一下子生裡痛 然後一下子手又痛 腳又痛 但是這樣東痛西痛 你都不知道是為什麼 另外一種癢也很難耐 超難的 有時候莫名其妙 這突然癢起來 就是癢得要命 也不知道為什麼 演藝人員超能忍痛的 聽沒有 沒辦法 腎上線會出來 對 就是你有時候真的頭超痛 可是一要錄影的時候 你就突然 或者是那種 就是要錄影的時候突然肚痛 可是可以 對 真的 就是腎上線 像我們昨天錄影 有一個女生就是 又玩玩 後來他底下奄奄一喜 我是幹嘛 很恐怖 對 所以台灣人算是能非常忍痛的 但是重點是應該尋找 到底有哪幾種痛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是胃痛 對啊 那我們這個剛剛看板上講 十二指腸潰瘍痛 其實就是 常常就是你二肚子的時候 很容易痛 我們叫做空腹痛 那另外一種就是大家耳熟 我想說胃潰瘍痛 它剛好就跟十二指腸潰瘍痛相反 但是你餓的時候不會痛 那你吃飽以後突然就大痛 那這兩種痛就可能比較屬於潰瘍痛 那另外一種大家常聽到就是 胃食道逆流的痛 胃食道逆流的痛的話 因為它主要是胃酸 所以常常主要重要是 你嘴巴會痠痠的 然後有時候它這個跑上來以後 可能你吸氣就嗆到胃酸 你就很容易咳嗽 然後它痛的位置會比較靠近胸口一點 因為它通常是胃酸去燒到這個 胃跟食道的接口 所以它會比較高一點的胃痛 那還有一種就是常常發生在年輕女生 就是所謂我們醫師講的叫胃痙攣 胃痙攣通常都是一些情緒很激動 或者很容易緊張焦慮 或者常常有失眠的女生 很容易她就是無緣無故無來由 就是說突然肚子聚痛 痛到就是站不直 就整個人要蹲到地上 然後痛一痛開始就頭昏眼花 就會想要去吐 然後甚至還會要伴隨 就像瓜哥剛剛講拉肚子 那假如是這一種的話 吐完拉完然後它突然 我怎麼突然就就好了 就跟沒事一樣 這種就是叫做胃痙攣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男生 然後他大概是一百七十公分 但是他是八十幾公斤 那他有的胃痛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他是 他主要的困擾 就是其實我們門診常常看到 大概有七成的胃食道逆流的患者 他都是晚上睡覺的時候逆流 比白天還要更嚴重 那像我這個病人就是 他就是半夜不能睡覺 他就躺在那邊就 那個胃酸就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他就一直咳 一直咳 他沒辦法睡 他有咳到後來 他就胃就好痛這樣子 那他已經在別的醫生那邊看診 也照顧胃鏡 吃藥都是OK的 但是只要他一停藥 他這個症狀馬上就來 那他一百七八的幾公斤 醫生就跟他說 我能減肥我就不會來看醫生 我就是不能減肥 來看醫生的效果 都是同樣的理由 根本做不到事情有沒有可能 後來只要我 當然我也是 就只能先開藥給他吃 然後開藥吃以後 他當然就有比較好 然後他就又問我 有沒有什麼辦法 我就是真的很不想 我很年輕 我不要一直吃藥 到底有沒有什麼辦法 讓我可以不要靠藥物 但是你不要叫我減肥 因為是不可能的事 我跟他說 那我跟你講 你手機去網購一個東西 他說什麼東西 我跟他說 你去買那個 孕婦專用的大抱枕 大抱枕 他聽完說 張醫師你有事嗎 男生 你叫我買孕婦用的大抱枕 其實就是有很多研究發現 當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假如你 左側睡 就是你左邊在下面的話 餵食道逆流 在晚上發作的機會 會少一半 真的 真的喔 但是假如你是相反過來 你右側睡的話 晚上睡覺逆流的機會 就會上升兩到三倍 是因為胃的位置 胃的結構 對 沒錯 因為我們胃就是比較靠左邊 假如不轉的話 假如你是平躺 把上半身稍微墊高 30度左右 也是可以改善逆流 是枕頭睡高一點點 對 那因為我就跟他這樣講說 這研究確定說 你左側睡拿個抱枕 結果他就抱了半年 他後來就 症狀好非常多 他還是要吃藥的 但是他的藥就是 會藥量減少蠻多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有一種保健食品 叫做 呼吸氨酸 呼吸氨酸就是一種 腸胃到專用的氨基酸 它可以被腸胃細胞 直接吸收 就當作那個 修復黏膜的能量來源 像我們一般都會推薦是 假如你是癌症的病友 你打過化療放療 有那個黏膜發炎 就會用呼吸氨酸來 預防黏膜炎 那另外那個 歐洲 日本的研究也發現說 呼吸氨酸 它可以 可以讓胃的消化液增加 然後增加改善那個 蛋白質的消化 讓胃排空變好 所以有一些醫生認為 呼吸氨酸可以幫助一些 腸胃到的 消化不良的症狀 甚至可以修復一些像 你吃消炎止痛 要產生的那種 胃溃疡 黏膜損傷 呼吸氨酸有幫助的角色 胃這種東西 其實好像一般 最常會發生的 大概都會在 舞者的身上比較多 我們常常就是吃了就要上 然後後來就是 忍很久的時候再吃 然後吃就是一堆 我就碰過像這種情況 常年吃的時間 一直累積累積之後 你就發現有一天 是真的是呕 呕在家裡面 就是吃的時候會反胃 你呕在臉盆裡面 就是洗臉盆裡面 就呕血出來了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是 凌晨三點多鐘 快四點鐘 可是你又撐不住 實在是沒辦法 家裡面以前什麼 有什麼強威傘 十字胃腸藥 什麼那些 就一次弄下去 好 就去醫院 可是因為真的是 我說沒有辦法站直 你就把那個拖把那個頭拔掉 撐那根桿子 那根棍子 就撐撐撐撐到醫院 三點到 我到醫院的時候 我記得是已經快四點多鐘了 那時候他們有一個 所謂的職班的 臨時的一個 好像醫師 對 那你狗人 他就問你是什麼事 我就真的很不熟 那他來好像一般 你碰到他都是會把手放下這樣 對不對 你有沒有做這個事情 有 他真的會這樣 對 瓜哥對 他會這樣然後壓 哪邊然後放 會不會痛 可是因為你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比較 比較精實一點 所以他壓的時候 他說 你可能有點腫瘤 因為他摸的是我的腹肌 有點腫瘤 應該是有比較快 對 我就衣服翻來 我說你是摸的是腹肌 但我真的很痛 他說好 那我就安排 他就暫時先給我吃了一個 止痛的東西 早上一照著 因為等於醫師來說 就照了胃精 你才發現胃出血 這種胃出血 其實就是很常 你可能本身 因為你運動 你又暴影暴死的話 你就會胃食道逆流 所以你看你剛剛止痛的位置 就是我講 比較靠正宗的上面 那其實就是食道口 那為什麼那次嘔了以後會 就是吐血 可能那次嘔吐的力道很大 因為你腹肌比較多 會不會起訴 會不會起訴 所以就我們的胃跟食道 他劇烈說太用力一扭 就把那個黏膜扭破 像扭毛巾一樣 所以就會吐了一兩口血 可是這種會很快就好了 因為這種的話 百分之九十七 大概在一到兩週以內 傷口就要你不看醫生 他也有可能會自己癒合 會恢復就對了 會恢復的 這種很常見在年輕人 什麼年輕人 就是在Pub外面喝酒 那年輕人 就半夜你看有人 蹲在那個水溝旁邊 他在那邊一直 在那邊嬌花 有沒有 那些人通常隔天 都會來我診所掛 我真的很多朋友 就是那種也是那種 假日五六日 都會出去狂歡的 然後他們每次吐完 假如有一次 他這次吐得比較嚴重 我先休息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他又真的再繼續了 然後就那個月 讓他修復一下他的身體 對 像說病人來門診 就會跟我說 你說我覺得我心臟怪怪的 都亂跳 那我們一把脈 就覺得說應該是胃的問題 那有時候你知道我們當醫生的 面對病人都可以很有信心 那自己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就會 想法非常多 想東想西的 像我本身胃也不好 然後剛好前一陣子 過年前 過年那一陣子 剛好比較忙 然後就覺得說 怎麼覺得自己吸不太到氣 然後心臟也亂跳 那時候過完年 我就去看一個朋友 他是心臟內科醫生 我就掛了他的號 然後去給他看 然後他說我幫你照X光 照個心電圖 然後看了結果 心臟也很好 那也都有在跳 跳得也都很好 我覺得你應該是胃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胃不好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心 會常覺得心悸 心臟亂跳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胃的問題 那這個時間點很常發生在 或者你到晚上要睡覺 躺下來以後 你會覺得心臟開始亂跳 通常都是八九不理十 大家就胃要注意一下 那像我本身胃不好 那有時候下層回去 可能已經十點多了 肚子餓怎麼辦 就趕快有東西 就先拿來吃 那有天回去 剛好看到桌上有麻糬 我就拿了兩顆來吃一吃 覺得說好舒服 不餓了 然後喝一杯鮮奶 那想說十一點多 就一起個早上睡覺 躺下來翻來翻去 就突然覺得 怎麼像背有點痛 我想說 應該是胃真的爆掉了 那我想說 晚上家裡沒有胃藥 那怎麼辦 我想說不行 趕快 腦筋趕快翻轉一下 以前上課的一些情景 老師有講到說 你有買抱枕嗎 我覺得飛機鍋子 我就會去買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可以按一下穴位吧 內關這個穴位 針對你的心臟 你的胸部 你的胃有問題 都可以按一下試試看 橫紋下面 大概三根手指頭的高度 然後中間有兩條筋 兩條筋的中間 大概會在這個位置 三橫指 然後兩筋之間 你要按的時候 手掌可以稍微往後翻一點 再去按 會覺得特別的痠痛 這就是我們內關穴 那時候我按了以後 我就覺得 比較不痛了 但胃還是肚肚 脹脹的 那我就想要說 肚腹三里 肚子腹部 那用按足三里 對 就讓我們的膝蓋有兩個凹窩 在外面這個凹窩 往下 四根手指頭的高度 那我們的筋骨呢 筋骨最高這個地方 往外一點點 然後加上四根手指頭的高度 大概就在這裡 你就用手指頭去掐 我們足三里穴 像我說吃太飽 是吃到一些甜食啊 糯米啊 比較難消化的時候 可以按一下足三里穴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處理了內關穴 加足三里穴 後來呢 就一覺到天亮了 所以我就提供給大家 假如說半夜去POP喝酒 吐血啊什麼的 然後就 至少環境 對 你看吐血還不去醫院在那邊 對 鞭血按 講話這集播出之後 每個五個人外面 都一堆人在按 我就把嘴巴按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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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